紐約州長庫默週四早間繼續更新疫情 他表示 死亡人數在過去24小時內暴增100人 而佩戴呼吸器越久的患者越難康復 另外 他也表示 目前紐約不僅要應對公共健康問題 還要面對經濟問題 週長庫默週四公布的數據顯示 紐約州新增6448人確診中共病毒 總人數達到37,258例確診 而死亡人數則是在24小時之內暴增100人 共385人死亡 也使全美的死亡人數超過1,000 庫默提到 使用呼吸器越久的患者 康復的機會越渺茫 另外 中共肺炎患者的住院率在一天內增加40% 是疫情爆發以來最快增長 達到5,327人 其中1,290人接受重症監護治療 庫默表示 即使最理想情況 醫院也將填滿患者 為了避免醫療系統不堪重負 除了聯邦協助建立4個臨時醫療站 還將在紐約市5個行政區 以及紐約州內其他郡縣內 各個地方找出至少一個可行地點 分別增加1,000多個床位 我們要求的是不是一個減少的數字 我們要求一個減少的數字 庫默表示 目前面臨公共衛生和經濟兩大問題 稱聯邦政府的刺激方案 不足以支持紐約州府的損失 州府可以從中獲取50億美元用於中共病毒相關花費 但沒有幫到州府的收入損失 他呼籲聯邦能夠提供經濟支援 而在此之前 州府將下調出史預算 根據全年的實際收入再做調整 新台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